逛街逛到一半 所有人都往旁边散开 靠着边边站 大家的表情都很惊恐 视线全都集中在地面上 这一块从高处砸下来 断成好几节的不明物体上 当时正在逛街的情侣党 先是听到超大一声巨响 伴随着地板微微的震动 转头往后看 楼上墙边的一块砖头 直接硬生生的砸在地板上 断层几节 刚刚如果走得慢一点 新闻不是天然永隔 就是情侣党在新开幕的百货被砸死 案发地点就在新北市新店区的玉龙城 商场外都还有工人正在施工 只是上个月底刚开幕 营业都还没有满月 就发生公安意外让大家都很惊讶 玉龙集团表示地下一楼到地上四楼 是成品集团经营 业者简短的回复 经过确认是闭面小磁砖 已经全面检测 确保安全无余 公务局也着手厘清 公务局以建筑法七十七条 建筑物所有权人应该对建筑物构造 还有使用善进维护管理的责任 否则最高可罚三十万元 磁砖从高处砸到一楼 当时还有不少民众走动 差一点就被砸伤 明显造成公安疑虑将裁罚六万元 华视新闻红佩华杨永敦新北市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